如果你没有去过尼泊尔,你绝对想不到这里的人们如何解决一日三餐。 眼前这个目光呆只蹲在墙角边的男人,正在思考隔壁老王凭什么能娶两个老婆, 自己只能向屏幕前的伙伴只能娶一个,此刻他的老伴正在打磨玉米粉。 虽然已过古稀之年,但打磨的技术依旧娴熟有力,由于生活太穷买不起大米, 这台磨面机也成为家里吃饭唯一的工具。 由于地处高原地区,只能种点玉米维持生存,家里仅剩不多的玉米在打磨生中成为玉米粉。 由于老人消化能力差,要将玉米面中的杂质过滤出来, 再倒入锅里面烹饪可口的玉米浆,看到锅里为数不多的玉米, 老伴岂能让他饿着,于是又到棚里面去取出玉米, 而大部分都是已经包过的玉米棒子,选了几根后又开始又包了起来, 家里的食物他一点都不敢浪费,即使是地上散落的几粒玉米, 老叔也要一个一个捡起来,等到全部包完后, 二人又开始合力磨玉米粉,此时的二人配合默契, 玉米粉碾压的也更加细小,尽管岁数大了, 但干起活来那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, 这片露天的环境就是两位老人的厨房, 虽然已是寒冬,但二人依旧光着脚丫, 由于常年裸露双腿,二人年纪大了身体也有不少毛病, 二人有时候只能去外面,捡一些别人不要的衣服过冬, 虽然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, 但老两口并没有任何的抱怨, 毕竟在这片山脚下还生活着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人, 紧接着老叔则开始做玉米浆, 对外人而言这恩西玛非常考究手艺, 需要一边搅拌一边往里放玉米粉, 不然下面可能直接就黏锅糊了, 人这漫长又短暂的一生, 活着就是图个自由快乐, 为了改善伙食他们也会忍通割爱, 拿出了自己家的鸡, 将鸡毛烧光后均匀地切块, 整个过程不需要清洗, 保持着土鸡的原汁原味, 在锅中加入少量的食物油后, 便将鸡肉放入锅中翻炒, 而这个陪伴了数年的大黑锅, 仍然担负着烹饪的重担, 反复翻炒均匀后便加入调料, 然后倒入一些清水烹煮, 虽然没有什么味道, 但对二人而言已是美味佳肴, 本着节约粮食的宗旨, 老伴又拿出了昨日剩下的汤水, 加热继续食用, 吃饭之鱼, 老两口还不忘大情骂俏, 虽然日子很艰苦, 但依然不影响他们的幸福指数, 对于这种没有太多盼头的生活, 你们觉得什么是幸福? 的常用回来的因为辈令人绅士兘和咖啡的生活, 因为来是一个中间的判断! 您的食材料